哈喽,亲爱的小伙伴们,大家好啊,欢迎收看有代单,为大家的生存战争特别篇,国庆十日游之第七天,上一次呢,我们发射了一个火箭,上面载有卫星,然后我们的卫星终于连接成功了啊,给大家看一下,我们的卫星,打开,这就是我们的卫星了啊,我们可以观察到,我们就在正下方, 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大别墅啊,好的,非常的完美,如果你想让这个卫星近距离的观察地面的情况,你可以蹲下来,打开卫星,然后拉近,哎,就可以观察了,这个卫星就可以观察到地面的情况,当然了,你也可以让这个卫星不断的升高,扩大视野的范围, 所以说我们手里的这个卫星连接器啊,可以控制这个卫星的前后,左右,以及高低的情况,没想到这个卫星是如此的强大啊,现在呢,我们就开一下我们的钻探机啊,我们准备要把眼前的这座山啊,给它开一个山洞, 不过在此之前呢,我们需要汽油,还有火把,因为,钻这个山洞啊,可能比较黑,需要一点火把,同样的,它和这个铺路机啊,是一样的,我们在这里放置一下汽油,开始干活, 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啊,感觉像划船一样,受不了,开始,只要我们前面所经过的地方,都会被钻掉, 然后钻探掉的东西呢,会收集到我们的背包里面啊,大家可以看啊,我的背包里面已经有了这些东西了, 总会会遇到一些,尴尬的事情,我打,所以说随身要准备一下武器啊, 我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大犀牛呢,大犀牛你过来,我会把你钻死不成, 有凹凸不平的地方,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钻探机啊,把这个地面给它平整一下, 嘿嘿嘿嘿,大犀牛哪里跑? 别跑,让你感受一下,钻探机的威力,算了,跑走了,主要的我们这钻探机啊, 它不能跳跃,我们下来了啊,下来的话就不能上去了,钻探钻探, 嘿嘿嘿,别跑,别跑,这个钻探机是可以把这个动物给撞死的啊, 试下这个小毛驴,都,把它给撞到了,别跑,我们把这个坟墓给它撞开, 钻探一下这个奶牛, 这个钻探机,碰撞的能力啊,还是比较弱的啊, 大犀牛了,来,嘿嘿嘿,你别转头啊,你不是要给我怼吗? 别转头,来来来,别跑嘛,给我怼, 大犀牛 你不会怂了吧 来来来 怼一怼 别跑啊 试一下嘛 看是你的脚厉害 还是我的 钻探机厉害 别走 哎呦 前面还遇到一个野人 哎 算了算了 这家伙跑得太快了